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区的批复 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区 这是国家在中部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 湖南湘江新区位于湘江西岸 包括长沙市越路区望城区和宁湘县部分区域 面积是490平方公里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的一种 新开发开放与改革的大城市区 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政策 鼓励制度改革与创新